来看一下第十题 它说如右图呢 ABC35的速度与时间关系图 如右在这里 那这个时间呢 从0到t的期间内 它问我们几个问题 好我们先不要直接看问题 我们先看一件事 Vt图 我们脑袋中马上要想到的是 Vt图有哪些重点 包括呢 这个Vt图呢 我们可以看出 Vt图呢 我们可以看出 速度呢 是可以直接看出来的 然后呢 再来呢 这个切线斜率呢 就是那个点的顺时加速度 OK 就是那个点的顺时加速度 那曲线下的面积等于位移 OK 这个是Vt图的特色 我们一定要有印象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呢 第一个它问说 加速度为正值者是谁 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呢 加速度呢 就是 这个每一个点上面的切线的斜率 就是它的加速度 那不过我们可能也不用看那么复杂 我们只要想一件事情 不管是A 或者是B 或者是C物体 它从0秒到T秒的过程当中呢 它的这个速度是不是都在增加 只要你的速度持续是在增加 不管是增加的很快 或者是增加的比较慢一点 这整个过程呢 都是在加速 那所以加速度呢 就是正值 所以呢 我们的第一题其实 A B C呢 都是这个加速度为正值的 那加速度呢 会见增者为谁 意思是说 它的加速度会越加越快 那我们刚刚讲过一件事情 加速度呢 是那个点上面的一个斜率嘛 所以对于 比如说像是图形A来讲呢 OK 比如说我取这个点 取这个点 取这个点 做讨论好了 那这个通过这个点的直线 切线的这个斜率 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 是怎么样 越来越平嘛 那我们知道 左下右上的直线呢 是越斜 越接近迁直线呢 斜率越大 所以你看越接近越平的时候 斜率越小就代表什么 加速度越小 所以A呢 虽然加速度都是正的 可是呢 它的加速度是越来越小 诶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直觉C应该就是反过来咯 你看我们C取个三个点 然后呢 我们也是做一下它的切线 切线 好 切线 然后呢 这个画得有点不好 切线 然后还有最后这个切线 是不是越来越斜呢 这个直线 切线呢 是不是越来越接近迁直线呢 所以这整个加速度呢 见增者是谁 就是C嘛 所以我们这个答案 应该要选C 再来呢 加速度渐渐者 我们刚刚已经从A这边看到了 A的话呢 它的加速度就是越来越减少 可是还是要记得 它的速度还是不断的在增加哦 加速度渐渐不代表它的速度变慢 OK 好 所以呢 这个我们就要选A了 那等加速度运动者呢 这个就非常清楚了 等加速度运动一定呈现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在VT图当中 它呈现是斜直线 为什么呢 因为这条斜直线本身的斜率呢 这条斜直线本身的斜率 就是这个等加速度运动的加速度 OK 所以我们选B 好 那我们再复习一次斜率是什么 是Delta X分之Delta Y嘛 Delta X分之Delta Y 那刚刚好呢 在这个VT图的Delta X 是什么呢 就是时间 那Delta Y呢 是速度变化量 所以呢 速度变化量除以时间 不是就是加速度 平均加速度吗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平均加速度大小的关系 谁大谁小 那我们想一件事情 从这时间 我们讨论的是0到T秒期间嘛 0到T秒期间 我们的平均加速度要怎么看 我们不要想的太复杂 平均加速度 这种无法直接想出来的呢 我们就把定义写清楚 平均加速度 会等于速度变化量 速度变化量 去除以时间 那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 速度变化量 我们就只要看 这一开始的速度是多少 还有结束的速度是多少嘛 结束的速度呢 大家都到达同一个点 虽然我们不知道 这个点是多少 但是最终呢 大家都达到同一个速度 OK我们假设叫做小V好了 都达到同一个速度 所以他们的速度变化量 都是一样啊 都是小V啊 那他们的这个时间呢 所画的时间一样都是大T啊 那这样子不就代表 他们的平均加速度 不管是A还是B还是C 三个都一样吗 没错 所以不要用感觉 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 因为速度变化量一样 所花的时间也一样 所以三个的平均加速度大小就一样 那平均速率大小关系呢 在整个过程平均速率我们要怎么办呢 我们就来看一件事情 平均速率我们知道 平均速率 是等于什么呢 路径长 路径长 然后去除以什么 路径长去除以时间 那我们又知道一件事情 从头到尾 这三个物体运动的 所花的时间怎么样 是一样长的 所以我们要比较的就是 三个东西 谁的路径长比较长嘛 对不对 ABC谁的路径长比较长 那我们又知道一件事情 因为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速度都是在增加的 不管是A还是B还是C 所以呢 他们都是一直在往同一个方向前进 所以呢 你就知道一件事情 它是一个直线运动 而且有没有折返 并没有哦 从头到尾呢 因为速度都是正的 所以呢 从头到尾都没有折返 OK 好 那既然是这样 没有折返的话 那就代表什么意思 路径长不是就等于位移吗 那我们不是也有讲过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曲线下的面积 等于位移 那你看看谁的曲线下面积大 对于C来说 曲线下的面积不是就是 这一段吗 这一段 但是对于B来说呢 它比C还多了 这一个区块 不是吗 而对于A来说 它不就又比 这个B跟C呢 还多了 这个区块 所以将一比下来 谁当中所经过的位移最多呢 一目了然 就是A 比B 比C 还要来得大 那因为路径长呢 A最长 但是所花的时间又一样长 所以平均速率 就会变得比较大 所以平均速率的大小也是 A 比B 比C 还来得大 OK 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 我们在物理上非常喜欢讨论VT图 因为VT图呢 提供我们非常多的资讯 包括我们可以从斜率去判别加速度 我们可以从曲线下的面积 去判断位移 而我们又可以从各自的点呢 去判断速度 这个呢 VT图给我们的资讯最多 所以务必要熟悉VT图哦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